大家好,我是導演趙錦濤 《我的秘密室友》這部劇是我接拍的第一部現代劇 這部劇我覺得我會帶給大家一個比較新穎的 帶有奇幻色彩的愛情故事 以女性為主的編劇團隊組在一起 完成了劇本創作 希望她不是一個完全的甜蟲 我們希望她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部劇名男演員 這部劇名男演員 你比如說楊旭文我看到了她有塑造這個角色的潛質 男女之間最重要的是感覺 荷爾蒙 她應該是從來沒有塑造過這麼犀利 這麼貴致的一個角色 然後你把腿壓過來 韓芝呢 真的是我的寶藏女孩 有的人說阿姨 她對情感 有的人反應是碰的 她對我非常清楚 你打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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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對她有新的認知之後 我覺得她就開始慢慢嘗試 先為一刻 心動了一下 好吧 我們再討好一碗 當她意識到自己喜歡的時候 她才發現她是從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意了 好 真笑的 我先把一口吃了 好 真笑的 好吃 好 真笑的 好 真笑的 我也很 我也很苦惱 我又想讓你倆解了雷 我又得讓你倆真吃 我的重點是放在了男女主 她倆的情感上 呃 這種情感 想你必須過 生日快樂 希望能放下 月亮當中也是需要經營的 希望你矮的 希望我擔心你 很開心也是很幸運 這個團隊的每個人 他們都是對自己 都期待有要求的 跟一堆很專業的人一起 共同創作一個一件 都會最大的事 希望整個團隊 大家一起在合作 相信你們 無論哪個年齡段的我 都能在我們這個愛情 屋上 找到功夫 我都快點就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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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 卡了吧 夠了 夠了